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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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日本深恐中国北伐成功 就派兵进战济南 并制造了济南惨案 蒋介石出于大局考虑 下令绕过济南 不准与日军发生冲突 孙明锦对日军的暴行非常愤怒 不顾蒋介石的命令 在撤出济南之前 率部攻击日军 击毙日军十几名 返回后声称自己传令外 部队已与日军交火 1935年 孙明锦考入陆军大学深造 但两年后 松户会战爆发 还为毕业的孙明锦再度请英参战 进入张志忠的部队 当少将都战官 参加了惨烈的罗殿争夺者 本来作为都战官是不用上前线的 但孙明锦不管 亲率一个团攻击日军据点 后来张志忠找不到孙明锦 就问师长王敬九 王敬九无奈回答道 孙明锦正在前线 他每次指挥作战 都奋不顾身冲到第一线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后来 孙明锦又相继参加了武汉会战 南昌会战 长沙会战等战役 屡历战功 升任第十军御妖灵师少将师长 在孙明锦的训练下 御妖灵师成为中央军的一支王牌部队 1943年11月 长得会战爆发后 孙明锦率预邀灵师参战 11月26日 孙明锦率过抵达战场 为了解救被困长得的余成万之武器师 孙明锦率全师疯狂攻击日军第三师团 要知道 日军第三师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留在中国的唯一一个甲种师团 孙明锦此举 就是为了引火烧身 以解救有军 因日军火力太猛 遇到灵师伤亡惨重 寸步难行 薛月打来电话 问孙明锦到底能不能突围 孙明锦咬只牙 斩钉截铁地说 本师已报令不成功变成人之决心 打到一兵一卒 亦向德山方向突进 为了挽救战局 孙明锦亲自抱着一挺机枪冲在前面 机枪子弹打完了 又用手枪射击 手枪子弹打完了 又挺起刺刀跟日军厮杀 最后连刺刀都折断了 孙明锦也身中束弹 浑身血如泉涌 壮烈殉国 年仅三十八岁 据他的部下回忆 孙明锦在临死之前 仍以步枪支撑身体 大声疾呼 中华儿女要壮烈 为死 不贪生 牺牲生命 救国救民 努力杀敌 努力杀敌 当孙明锦将军的遗体抵达长沙时 全城百姓沿街祭奠 哭声震天 蒋介石也亲自为他祭奠 并追尽其为陆军中将 入四南越中列死 一九五六年 新中国也追授孙明锦将军革命烈士的称号 由毛主席亲笔签发烈士证书 极尽哀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可态 向遍 苏 许